早安 欢迎收看7月8号 打爱全球新闻 我是林怡婷 新闻头条先带你来看看这个景象 这整理成一捆一捆 旁边还有堆得像山一样的 全部都是垃圾 这里是南投又爆发了垃圾危机 多达两万顿的垃圾 把叶埋场塞爆了 但因为南投没有焚化炉 外线市的焚化炉又陆续在维修改建 导致现在垃圾还是只能一直堆积 这是南投草屯掩埋场 垃圾堆成一座山 高度已经超过一旁的电线杆 夏天高温 滋生蚊虫 卫生堪率 而另外一旁还有压缩打包好的 白色一捆一捆的也是垃圾 我们现在用打包机先打包 每天都在打包 先行打包完毕的话 可以减少一些垃圾量的对聚 草屯镇的人口有10万多人 13个乡镇市每天约产生250吨的垃圾 南投县没有焚化炉 这些垃圾都必须花钱运到外县市处理 但临近县市的焚化炉不是在碎修 就是整修帮不上忙 前果那个有20几座焚化炉 应该是碰到20米一个周期的整件 这叫整改 那整改就会把很多垃圾 不能够照正常的运作 其实好几年前 南投就开始爆发垃圾危机 这几年状况都没有改善 垃圾一直进来 却运不出去 这2万吨垃圾 就这样堆在掩埋场 目前只能每天用打包机打包 先堆在一边 尽量避免垃圾外漏 污染环境 大爱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关心环境的同时 经济发展也要照顾到 看到林物局花莲林馆处 开发了林下经济 在不破坏森林的前提之下 福岛林农养蜂 不只让农民可以获得额外的收入 也维护了森林环境 色彩缤纷的小小圆球 这是密封勤劳采密的成果 林物局花莲林区管理处 福岛林农发展副产品 养蜂开启了林农另一条专业道路 我们也是经过两年的学习 试验 有一些小小的成果 那如果说林农都不会的时候 来这边先每个礼拜固定过来 去学 就是可能一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 如果他觉得就抓到一点诀窍了 可以自己出去做 我们再让他 花莲林管处在三处保安林地 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测试 确定环境跟蜂蜜品质 都能维持稳定后 福岛林农和社区居民投入 透过这三箱的测试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2635 设为设了一个养蜂试验场 那么靠入养蜂的蜜蜂生态解说 那对社区来讲有相当大的帮助 蜜蜂具有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功能 发展临下经济的同时 也期待能让更多人了解 守护自然环境的重要 大海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带来产值的还有这项夏季食材绿竹笋 台湾最大产地在新北市 因此政府也连续七年 举办了笋王争霸赛 来看看今年奖落谁家 这一盘一百块 煮汤沙拉都好吃 用力叫卖销售夏日盛品绿竹笋 因为现在到九月正是绿竹笋的产季 新北市也连续七年举办评件比赛 今年有一位女性笋农拿下死亡头衔 不少农药 而且我们都是用手工去除草 用那个除草剂的话 你的土质变成比较酸性 种出来的产品会比较粗糙 比较不好吃 吴湘霆是新北三峡的笋农 每天凌晨两点就和丈夫上山挖笋 自产自销 而其实新北市正是全台 绿竹笋产量第一的城市 共超过一万两千公顿 种植面积有两千三百二十八公顷 也为新北市带来十七亿元的产值 在观音山系的两旁 由于土壤跟水质的关系 所以刚刚所颁奖的田笋王 这是用仪器测出来 都已经破表了 我们也推荡了产销领域 不仅品质好 各方面这是安心又安全的绿竹笋 绿竹笋就是吃冷的 酱好吃 那如果是它直接是用生的 切一块一块的 直接炸哦 生炸直接炒 炒什么口味 我觉得这个很好吃 因为它的纤维细腻 绿竹笋不仅因为是当季食材 在夏季多食用 有助健康 同时也因为拥有丰富的纤维 可以清除肠胃 是人体代谢的好帮手 在新闻聆听李明华台北报道 健康话题关心您的灵魂之窗 台湾近视比例高 高中学生当中更有高达8成5 是5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 而高度近视 其实会让视网膜剥离的风险 增加了40倍 因此今天要和您分享一个 中医的观点 透过针灸可以减缓近视 放眼望去 整排学生每个都戴眼镜 国小四年级以上学童 近视比例将近一半 教育部统计 台湾小学生7成近视 国中8成 到了高中高达8成5都近视 其中超过500度的高度近视比例 又随着年纪再增加 高度近视的话 眼球其实它就相对来说 变得比较长 那比较长的话 我们视网膜里面的 视网膜会变得比较薄 尤其是周边视网膜 它造成的破洞的话 我们眼睛里面的水分 就会从这个破洞跑到 视网膜的底下 导致它跟底下的 麦罗膜产生分离 这就叫做视网膜的玻璃 台湾视网膜玻璃比率 全球最高 因为近视500度以上 视网膜玻璃风险增加40倍 近距离一直看着一个东西的话 它眼球没有得到放松 其实它眼睛的张力 是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 对 它会导致我们水晶体 会变得比较圆 就是凸头镜的效果 这样子 大部分都是这两针 为了保护眼睛 还是会稍微拨 就是确定一下眼球的位置 中医缓解方法 眼眶内睁 刺激眼部精明血 放松眼部肌肉群 促进循环 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球体 跟那个我们的眼眶骨 它中间其实还有一个 小小的空间 我们是震刺到那个空间里面去 我们绝对不是往 眼球里面震进去 对 我们不是震眼球 我们是针那个框跟眼球的空隙之间 很多是改善近视 对 像之前看到会有很多小朋友 就是都会来眨眼睛来改善近视 眼球周边敏感 虽然不觉得疼痛 但会有强烈异物感 情绪躁动 或正在服用抗凝血剂的人 不适合针灸刺激 因为它容易出血 对 所以容易有出血倾向的患者 我个人是不太建议直接去做这个眼眶内震的一个刺激 保护眼睛 阅读半小时就应该休息10分钟 避免长时间盯看3C萤幕 多到户外运动才是避免近视的根本知道 国际新闻部分看到地牛再翻身 印尼苏拉威西岛东北部外海 在台湾时间昨天晚上 发生规模6.9强震 我们要透过图卡来带您了解 这起地震的震央 在北马鲁古省德纳地西南西海面上 深度只有36.3公里 属于浅层地震 一度发布了海啸警报 民众都赶快到高处避难 所幸目前还没有传出任何人员伤亡 希腊举行国会大选 初步结果出炉 现任总理的执政党 输给了在野党 有望迎来新时代 根据出口民调和初步开票都显示了 属于在野党的保守派新民主党 多下国会过半席次 这次是希腊国债危机之后 第一次举行的大选 专家认为希腊经济大幅衰退 失业率飙高 民众对现任总理所采取的紧缩政策 感到不满 因此转而支持游米佐基斯 领导的新民主党 期盼希腊可以尽快脱离黑暗时期 观光圣地法国 每年都吸引上千万游客 不少人喜欢搭乘观光巴士 在各大景点穿梭 但却也造成市中心严重塞车 因此当地政府决定要拟定新法 限制巴士进入市中心 不过就有观光客表示反对 观光巴士停在巴黎铁塔附近的停车场 准备接游客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法国巴黎拥有罗浮宫 凯旋门等知名景点 每年吸引大批游客造访 不过观光巴士像这样络绎不绝 载着旅客穿梭在城市里的景象 以后可能看不到了 法国政府表示 大量巴士涌入巴黎市区 不但带来塞车问题 也造成严重空气污染 因此决定拟定新法 限制巴士进入市中心 巴黎观光局表示 这些柴油驱动的巴士 预定在2024年全面禁止上路 因此建议旅行业者 可以推动自行车 或徒步游巴黎的行程 不过就有人认为 这项政策对观光客十分不便利 法国是全世界最多观光客造访的国家 光是去年就创下8940万的游客记录 巴黎当局这样的做法 虽然能改善污染问题 但对游客来说 恐怕是弊大雨例 大爱新闻笑容变异 关怀贫困的居民 在澳洲有一群志工 进行社区食物救助计划 但是现在这项计划 却出现了危机 手上拿着购物来买菜 这间熟食厨房 对澳洲南边岛屿 塔斯玛尼亚州上 一个贫困郊区的居民来说 是选购三餐的最佳去处 我们可以来 我们知道我们会吃饭 我们不会坐在那里饿 我们不必须借着 去买购物或买购物 或购物 到格拉斯每两周才拿一次薪水 但来这间熟食厨房买菜 食物美味营养 价格也很便宜 足够他和儿子饱餐一顿 不用担心入不敷出 这项社区救助服务 由政府提供资金 在2017年到2018年 就提供5000份餐点 给当地需要的居民 今年则准备了12500份 除了材料是从附属的菜园县斋 食物也是由志工现场烹饪 不止客人吃的新鲜安全 一事成主顾 最后甚至连志工的饮食习惯 也变得健康许多 就是这项力人利己的 食物救助计划 现在面临存亡危机 因为政府没有列出相关预算给他们 志工正在努力募款 不让提供餐点的进度停滞 他们表示只要有人需要 这个计划会继续实行下去 大海新闻 郑于轩辩议 叙利亚难民受到内战影响 大量出走到约旦 专题报导叙利亚游防者要带您了解 约旦面对难民态度开放 但事实上他们也正面临收容危机 叙利亚爆发内战的经营 应该是跟那时候的阿拉伯之村相关 因为叙利亚基本上 也是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所以当阿拉伯之村这股风潮 吹到叙利亚的时候 其实开始有些人在开始抵抗政府 慢慢开始这个内战就爆发了 战争刚发生的时候 所有的国家都认为 这只要几个月就结束 因为大家当时认为 疲惫力量很大 一下就可以把政府推翻 但没有想到一拖 拖了那么长的时间 内战延续了八年 它造成了二次大战结束以来 我们历史上看到最大一股难民潮 但也有将近四百多万人 最高峰的时候是离开了叙利亚 就成为我们在国际间 所认定的难民 各国势力的介入 让原本只是叙利亚政府 与自由军的对峙变得复杂 其实他们现在的内战 叙利亚是一种代理人战争的战态 背后并不是叙利亚人在自己打自己 都是各列强在从中打代理人战争 所谓的代理人战争 就是强权国家 借着叙利亚所进行的对立之争 叙利亚阿塞德政权的最大支持者 首推俄罗斯 接着中东地区里和阿塞德 同样拥护伊斯兰什叶教派的国家 伊朗也加入了支持行列 最后伊朗所扶植的 黎巴嫩真主党 也成为阿塞德的盟友 而反对叙利亚政府的自由军 背后则有美国撑腰 以及支持伊斯兰逊尼教派的 阿拉伯联盟 海湾合作理事会 加上由57国所组成的 伊斯兰合作组织 除了这两大对抗势力之外 还有库德族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 趁机争取独立建国 加上2014年兴起的凯达组织 演变成ISIS伊斯兰国 都让整个中东局势 更加错综复杂 有这么多的力量 一起在叙利亚发生 虽然目前战事比较平稳 但是叙利亚的状况还是很糟 因为阿塞德政府 能够控制的土地还是有限的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约旦跟叙利亚的边境 在我后方可以看到的就是 约旦跟叙利亚边境的 一个正式的闸口 在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之后 叙利亚的难民其实并不是 从这样子的一个正式的闸口 进入约旦的 他们必须要翻山越岭 穿越沙漠之后 才有办法进入约旦 来到约旦首府安曼的联合国难民署 这里是叙利亚人逃离家乡后 报到的第一站 南民来到联合国难民署 注册及一面谈后 申报家庭人数 这才能取得难民身份 虽然联合国难民署统计的叙利亚难民人数 在约旦大概有67万人 但一般认为 还有许多难民是隐藏人口 需要战争发生以后 周边的国家 比方说是土耳其 黎巴嫩 还有约旦 大概都差不多都收纳了 将近100多万到200多万之间的 那个难民人数 约旦这个部分 他们也接纳差不多 这个100多万这样的一个难民人数 但是约旦其实是个小国 它的面积只有2.47个台湾那么大 人口也只有600多万 又是少数不产石油的 中东国家 称不上是富裕之邦 它为什么能够接纳相当于自己国家 十分之一人口总数的叙利亚难民呢 第一个来讲的话 就是人民的开放程度比较高 对外来的失误接触程度比较高 第二个就是说 他们在跟周边的国家 它也采取一个牧林的政策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是 在约旦因为它这个家族 大的家族彼此之间都互相认识 或互相通婚 所以他们在这个阿拉伯之村的 动荡之中 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 从地理位置上来 来看约旦又是北方的叙利亚人 往南到圣地卖家 朝圣的必经之路 兄弟之邦长期以来的情谊 让约旦在这一波的叙利亚难民朝中 成为责无庞贷的救助者 只是战争拖了太久 约旦政府和国际社会 都已经吃不消 2019年为了叙利亚行动 所需要筹到一个资金 大概是6亿多美金 其实是被水车禁是非常非常不足 但在6亿多美金里面 到目前为止 它只拿到了10% 意思是大概有八成以上的钱多年 当国际组织的支援也捉襟见肘 叙利亚难民的处境将更为困难 他们的返乡之路 与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 同样遥遥无奇 救助难民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慈激计划在年底全球难民大会的时候 分享援助难民的方式 扩大善联谊 联合国难民署与NGO年度资讯会议 三天的时间以分组专题讨论方式 更深入了解各单位 对难民援助的方式与经验 慈意基金会也计划在年底全球难民大会时 向大家提出慈激援助难民的人道精神和原则 我们是走在前线直接帮助难民 那我们要如何更直接地跟联合国难民大会 有更多的沟通 合作 互动 甚至是把我们的资讯 更极其主动地提供给联合国难民大会 还有其他NGO 让大家知道我们直接在全球所做的事情 同时也看见了未来可以再努力的方向 不管是教育方面也好 或者是说生计方面也好 或者是健康 或者是水资源的管理 环境卫生的保护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投入的地方 去年大会已经通过了全球难民契约方案蓝图 今年除了在各国落实社区 更进一步聆听难民的声音 也期盼能够有更多企业来加入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陈祖松 张志亮 那日内娃报道 知名歌手叮当唱红了不少歌曲 荧光目前光鲜亮丽 但其实以前曾有段苦日子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想要必要必 千必也必要必要 每一次唱到我声响响响的时候 是会有点喜之而起 就会告诉自己说 你怎么过来了 然后你可以用这样的心 过来 唱的是歌却也是真实人生 知名歌手叮当13岁父母离异 看到同学的父母一回来都是 老婆你肚子饿不饿啊 然后妈妈要不要帮你去煮吃的 我那时候离开同学的家 我是哭着回家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那几年 其实我常常是饿着肚子去上学 然后甚至我每天都是等我父亲 什么时候回家都不知道 好歌声一传自父母 17岁离家开始走唱人生 想靠自己养活自己 父亲他也是忙着雇他做他的生意 所以也比较少忽略之间的互动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是个孤儿 那时候从来都没有考虑过 我要去唱歌或什么 我只是那时候去做这件事情 只想说能不能先填饱肚子 出道至今唱红超过 30部电视剧 电影 舞台剧 歌曲 37岁年纪 直到遇到王博森 才找到属于父亲的温暖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些苦难 经历过这些孤独 经历过这些冷 以及经历过这些生命的黑暗面 你不懂的光是什么 你不懂的温暖是什么 有爸爸妈妈在身边的 我想说你们是很幸福的 可是我觉得对于担心家里的小孩来说 我觉得也是幸福的 因为你可能会吃的苦更多 但是回甘也会很多 走过人生的磨练 催点出单纯美丽的心境 成了现代年轻人最佳典范 带一次温暇至解决演集 台北部导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就是这节大爱全球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